全台防疫三级警戒 让小吃店遭受严重冲击 不少业主主动停止内用服务 主攻外带外送的商机 让民众即使防疫不出门 也可以吃到美食 预证上可以看到很多店家 外面都写着请勿内用 仅外一带或者是有外送服务 因为全台疫情持续升温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群聚增加确诊个案 各县市政府针对餐饮业 寄出禁止内用的指令 以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面对这个问题的当下 其实还不知道怎么去应对 那后来想到说 因为因为现在政府的政策 避免接触 然后避免群聚 所以我们就想说用外送的方式 然后减少人员外出 通过这个方式 那一样维持 就是他们来这边购买的欲望 业者表示虽然说有外带外送 采越制 但是业绩其实还是比照之前来说少很多 大部分的民众还是希望零接触降低感染风险 最直接就是客户流动变少 那来现场购买其实也收到限制 因为人数过多就造成群聚 那相对购买的那个数量也就相对变少 国内武汉肺炎 疫情升温 全台防疫三级警戒 让小吃店遭受严重冲击 不少业者主动停止难用服务 主攻外带外送商机 让民众即使防疫不出门 也能吃到美食 记者高松双预见采访报道